从哪里生呢?从拥有定 你要拥有什么东西呢?就一定要有定 所以定中才能拥有一切正法 一切正念 否则我们一天到晚为了小事烦恼 这不是佛弟子 所以应该有的 我们要烦恼的是生死轮回的痛苦 要烦恼这个你能不能了生死 底下定体能含常摄持一切功德 唯有心定令不善失 摄持一切功德心定才不会善失 已有体固有用 因而得实现一切 是出世间事业 于三命之中 从因到果 从体到用 一切功德 皆能设持 掌养成就 从因为上说 定就是 后面 全部都加一个心 就很精彩 没有加一个心 念起来不够精彩 从因为上说 定就是 心不乱 心不染 心不迷 心皆知 心坚定 心精进 心勇猛 心不放逸 心不懈怠 心不散乱 心不思念 就加一个心 哦 这念起来就 很到位 必须念念 不断维持在清静 明觉 不动的境界中 才能不思定 什么是定学 定学是一种 心灵重复信念的 大工程 这是我个人的定义 什么是定学 借定会的定学 有借学 定学 有会学 定学是什么意思 师父的定义就是 是一种心灵重复 训练的大工程 你要重复 训练 重复 训练 一直重复 训练才有办法 要不然 会失去这个定 从果位上说 三摩地 就是某尊佛 或者是某尊菩萨 或者是某法门的 成果之精髓 如前面所说 譬如 守能言法门成就 积入守能言三面 法华法门成就 积入法华三面 不动冥王 法成就 积入不动冥王三面 第四 定 是因为行人的工具 果位行胜的成果 一切修行 能不能成就 完全靠三面 三面是成就的关键 所以记得 要稳得住情绪 记得师父的话 得定前的修行 是信节 资粮 资粮就是 筹备 一些资粮 我们要远行 就是要资粮 得定后的修行 是正物 这是修到位 正到位 要有内政的功夫 一切 这些诸佛菩萨 三圣 闲圣的修段 皆在禅定中进行 成就 这一段可是很重要 什么就是修行 继续在修行 就是在定 心一定要在禅定中 这个禅定不一定是坐在那个地方 心无所住 就禅定 心无所住 记得定 所以为什么要坚持放下 就是为了禅定 佛经上所说的修 或者是文师修的修 都是指入定后 在禅定中修 以前呢 有个比丘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个比丘 有个比丘呢 在这个洞穴里面修行 坐在那个地方 他突然被这个毒蛇咬到 毒蛇啊 咬到了 我们一般人被毒蛇咬到了 就很紧张了 是不是 非常的紧张了 然后呢 这个比丘 因为他的正阿罗汉果 很有定 然后 他知道 他即将死亡 就告诉这些比丘 他就说 我被毒蛇咬到 这个蛇身啊 保不住了 毒性不知道 在极端的痛苦 哎呀 他就请这些比丘 把他移到外面 晒一下阳光 因为身体开始 烦冷 冷 这个比丘呢 抬出来的比丘 因为还没有正阿罗汉果 看这个正阿罗汉果的脸啊 一点都没有恐惧 非常安详 也一样的 没有愤怒 没有说 恨哪条蛇 也没有 他就告诉 这些没有正阿罗汉果的 就是说 我心早已解脱啊 此生必坏啊 此生必坏 我已经正阿罗汉果 早就知道 苦极灭道的道理 我已得究竟解脱 没有任何的挂碍 射身一定会消失的 他心 稳住在这个丁 没有牢骚 也没有抱怨 稳住在那个地方 旁边的这些比较 看了这五体投地的佩服 哎呀 这个正果的人 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碰到那个生死的关头 一样 稳如泰山 被毒蛇咬到 急 毒的这个蛇 后来呢 这个比丘呢 没有死 稳住的时候 这个一个血液呢 毒蛇的血液呢 没有跑 跑不快 稳住 毒 解掉 他从 被毒蛇咬到 一直到这个毒解掉 经过了好一阵子 都没有动到任何的念头 没有一点对死亡上的恐惧感 或者是说不舍 或者是对蛇有什么样子 知道 通通没有 所以一个有修行正果的圣能 他于一切世间乃至于生死 通通通放下 这个就是功夫 这个就是功夫 因此呢 我们修学佛道 不单只是说 我念佛啊 怎么样 那念佛我们到灵命中 接近死亡 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那个定力呢 是不是有那种功夫 面对死亡呢 会不会再留恋 这个娑婆世界呢 没有死不知道 但是看平常的反应就知道 平常啊 贪婪这个世间 贪生怕死啊 什么都为自己啊 没有大悟我的精神啊 这个人灵命中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 因此呢 举这个例子 是给大家鼓舞 什么是圣能 就是面对死亡 也坦然接受 欢喜心 所以这个欢喜心 我们在脑波里面 昨天讲 会产生阿法波 阿罗汉果的心 都在定里面 都在定里面 我们不要说 像阿罗汉这种功夫了 我们要能俘获 就是说 看得开 放得下 不计较 懂得老二哲学 什么叫老二哲学呢 老二哲学就是说 不占风头 不抢镜头 就不会被杀头 那就是老二哲学 你知道吗 老二就是排在第二的 我们不要跟人家 抢什么镜头 人家要出名 就让他出名 是不是啊 名声的 真正的名声 是 有失利的 是相又远嘛 有失利的呢 会创造奇迹 有文有奇迹的呢 不一定有失利吧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道理吧 不 站 不抢风头 也不 站镜头 不抢镜头 也不占风头 就不会被杀头 所以我们呢 站在高位的人啊 危险性就比较大 是不是啊 因此我们要懂得退 懂得让 这个叫做老二 排在老大的了 危险性就比较大 什么都要装老大 什么都很重 什么都是自己最强 我告诉你 你的危险很大 困扰也会多 所以 排行老二 真的不错 所以因此啊 在一切修行 都在禅定中 拥有般乐智慧 一切诸佛菩萨 断获正真 乃之作菩利术 详佛摩金 要加持众生 三明六通 三明六通在十四讲表 都讲过了 种种不可思议 神通变化 皆从禅定终生 事故一切修行 皆是为了成就三明 心要有定 一阵无上菩提捏盘 五十二位修正 或六十位修正 皆需成就三明 三明是修道 正道不可或缺的工具 若不成就三明 一切只是文字言说 文字之解 不能成为实际 的境界或能力 刚刚师父已经 举那个擂台啊 正念 还有烦恼的擂台啊 那个例子 你好好的 恋悟一下 那个鼻翼 什么叫众生 就只有爱打的份 被烦恼打得鼻涕脸肿 爬不起来 道理也听得很多 就是功夫用不上 不会用 就不是佛法 只是叫做邪则 把佛法当作邪物来研究 只能造就几个邪则 不能成就主师 没有办法的 第五 一切大圣 小圣 密圣 所有经典 主要 都是在讲修定 例如 二十二页 大圣之能言经 讲能言定 圆节经上见 圆节经上见 讲礼上之物 下见 就讲事上之行 行就是事上的实践 诸位 在旁边写几个字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这句话 你一定要好好记得 没有办法一触即惨的 修行一定是一点一滴 不失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般若 善事多一点 忍入多一点 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这一定要一点一滴 听经文法 绝对没有办法 一下子 一触即诊 这绝对不可能 以师父今天这种智商 这种泄力 都要三十年 何况你们头脑 这样好 对不对啊 所以修学佛道 急不得要慢慢来 而说二十五种清净定论 整部一切实地论 都在讲 关于修订之事 整套维士学 都是为了修订 维心事定 而讲的 这个维士学 我们都讲过了 小圣的士阿涵 主要全在讲修订 密圣的重点 也是在讲修订 叫做金刚三昧定 本尊三昧定 三昧就是定 净土也是讲修订 念佛三昧 或者是有人念七天七夜 或者打七七四十九天的 波周三昧 经典说 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定 以前人打这个波周三昧 我到后来看到的了 在以台湾的目前这种状况 很少人有能够打这种波周三昧 这个波周三昧 是非常的困难 波周三昧 它要有一些适当的场所 这适当的场所 都一定要地下都是土 不能够水泥地 因为这个波周三昧 有几种的 有的坐一半 占一半 立一半 有的只有立 有的只有坐 所以一般的波周念佛上面 都是立 立就是占立的 那么这个波周三昧 你也去看那个波周 行波周三昧 这个场地 它是泥土 那么这个场地 不是很大 那么有护官的人在旁边 那么里面有一条绳子 一条绳子从上面绑下来绳子 就有站 在经典里面讲 如果有人行波周三昧 联系四十九天念佛 一心不乱 睡眠少 于定中 即得见佛 当生即刻 正果同时了生死 所以大家都冲着波周三昧 来 有的人念七天 有的人七七四十九天 不一定 那一般都是四十九天的波周三昧 那么这个行波周三昧的时候 吃 住 都要别人在旁边打点 我们的同餐道友 有人行波周三昧 试过 他把感想讲给我听 我没有行过 我讲给大家听 他说行波周三昧的时候 第一个礼拜 很苦很苦 因为一下子都没有睡觉 然后就走走 就不准坐 最多很累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就抓住那条绳子 抓住那条绳子 就打盹 打个盹 就这样 不能躺下来 他说躺下来 非力法师躺下来 爬不起来 你相信吗 只要上绳子一放 爬不起来 腿完全失控 我说 那你大小便怎么办呢 他说行波周三昧 有停休息一下 吃饭 那大小便呢 他说 大小便就是裤子脱不起来 发抖 这样子两手都通通发抖 一直发抖 脱起裤子来 要蹲在厕所 他说 以前 非力法师 以前厕所都是蹲的 没有坐的 哪现在这么舒服呢 就现在这个蹲的厕所 打波周上面 就借故 常常跑厕所 就坐在那边睡觉 他说 我们那个打波周上面 那个厕所 说用蹲的 我说 那你怎么蹲呢 他说 我用跪的 没有办法蹲 痛到极点 他是跪一半 用跪的 没有办法蹲 那个完全失控了 痛到极点 第一个礼拜 就忍下来了 第二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都在睡觉 那个累到极点 没有办法 他走路也 站着也是 没有办法 佛也没有办法念 累到极点的时候 绳子一抓 那就完全 凭意志在休闲 就是生命豁出去了 灰里法师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说 这个不好玩 这个一点都不好玩 我还是正常的吃饭 睡觉 休息 我玩这种东西 他总共打了22天 他讲到这里 就说 很难过 就说 哎呀 法师 我这个要求忏悔 我本来发现 要 七七四十九天的 七七四十九天 结果到第二十二天 就撑不下去了 绳子一放 倒下去 然后就 送去打点滴 没有办法了 因为饭也吃不下了 哎呀 两腿全部都发软了 全部都发抖 输不掉 所以这个 要打这个步骤上面 还得要相当功夫的人 没有几个有办法的 所以 我们要了解说 只要练到一心不乱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 所以古人也是百日 用百日 一百日为做一个目标 一百日通通念佛 一天睡的时间 两个钟头 最多四个钟头 这个我赞叹 一百天 一百天 绿行菩萨 就是这样念的 广化力士的上人 我是一直广化力士 要叫师公 他就是这样 他不是行波州上面 叫做百日念佛 百日念佛 这个 百日念佛 广化力士的上人 那么他怎么念呢 他就是睡眠 很少很少 非常的少 他是军人出身的 也是军人的个性 很有骨气的 这个军人都是一般言得来的 没有人控制他 他每天功课表一贴 往墙壁上一贴 起点几分起床 自己一个人在官房里面 一百天 他还写感想 闭关百日念佛的感想 我还看到那一本 知道吧 我还看到他写的那一本 哇 那不是一般人有办法的 睡眠睡的少 吃的不是很多 然后就是一直静静的念佛 到立行菩萨来 是吧 就临命中的时候 就跟广化力士讲 他要走了 要走了 而且临命中的时候 念佛念佛念佛 佛来了 要接应 头就低下来 断气 是在正念当中这样往生的 将军呢 古人呢 修行就是不要命了 豁出去了 反正都要死啊 往生以后 这个命貌如生了 几天 几夜 那个头顶 都是热的 都是热的 功夫了得 赞叹 这个念佛的 一心不断 就是定 功夫了得 是不是啊 我们也 是不是要大家来试一次啊 四十九天 一心不乱 所以这个功夫了得 我们赞叹 举这个例子来 勉励大家 因为定的另一个定义是 心一静性 心静 都是同一个 如来葬性 心一啊 静性 就是静 跟性 都是一如 因此 即使净土法门 也是以德撒妹 为成就之相 这个就是要 画双红线了 一般人 就是念念佛 结个缘 诵诵经 结个缘 就认为这个在修行 错了 这个叫做结缘 真正的修行 以德撒妹 为成就之相 这个就是要 所以说 念佛 就是要有功夫 要下定机心 不再贪婪 这个娑婆世界 不再万般的计较 通通放下 一念就是这句 阿弥陀佛 因此所有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尤其是出家 基因发心修订 因此因此 因此因之得定 对于协佛来讲 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而是应该的 而是应该的 必须的事 但是因为太少人做到 就变成就变成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总词 首记 就是啊 成功法师啊 他对这个三昧 看到的经典 全部把它记载下来 一点一点的重点 记载下来 方便我们言读 经典的人做重点提示 所以叫做三昧 总词首记 首记就是笔记了 前述三昧总词论 系笔者发现的佛法中的 公开的秘密 公开因为三藏诸境论中 都在说定 或诸禅三昧 或如来入于诸禅三昧 所起的功德 如放光 动地 种种神变 现神通 说法等等 叫做现通说法 这些都是公开的 但都没有这样明白地指出 三昧是一切 佛法修行的精髓 这个要画双红线 这句话就叫做一针见血 所以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要念佛 一定要念到有这样子的三昧的能力 当然你的大物 力量就大了 念佛就自然定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 也没有什么妄想了 也没有什么好计较了 自然就进入三昧的状态了 三昧是一切 佛法修行的精髓 而祖师大德 除了龙树菩萨 有较接近的说法外 亦皆无如是直言直成 直言直成 因此大家都似乎不知此事实 故说是秘密 彼则一片然大小圣 重要经典后 经论后 前后贯通 得此一个体会 圣洁知识体大 一感无等 莫是众生可怜 没有大善之事 大家修学 都有如盲目摸索 不知头绪 无有次第 亦无本末 不知足止 常常无所适从 枉费功夫 不能得真修实证 不如实际 上焉则 只在文字之节边上 都意思就是末法 只上根气的人 只是在文字之节上边都 中焉的 次等的 就是写少为主 更糟糕的 下焉者 不邪不休 持一法 二法 自以为大 这个太多了 末法实习实在是太多了 只要持一法 一句符号一步经论 就认为不得了了 自以为大了 笔者有幸猛佛菩萨加倍 加持 得此体会不敢致命 故为此功诸通道 以下之首记者 言本为笔者之日记 细为智利之语 今为 笔利之他 从文师修 入三末地 从文师修 入三末地 故不揣 简陋 这个揣呢 写一下笔者 揣就是横梁 这个简呢 就是钱 出钱的钱 出钱的钱 不揣简陋 就是我 没有衡量 我自己 是很简陋的人 意思 这句是很缺席的 不揣简陋 就是 我没有想到 也没有衡量 说我是一个 很浅陋的人 为了 跟大家分享 就不顾 自己的浅陋了 再入一词 与读者诸君 互相 敏勉 这个念 敏 敏摸因恩敏 就是勉励的意思 敏 勉 敏勉 那么 就是勉励 共振无上 护佛正法 二十四页 佛法的精髓 在以三昧 禅定三昧 犹如文能的笔 就是没有笔 怎么可以成篇章 汉末呢 是不是 没有笔 没有办法成篇 成章啊 啊 汉末 都没有办法 汉末 当然就是 很多的记录啦 那么武将的剑 没有剑 何以筑成 王霸之业呢 武将就是要有剑呢 岳师的琴 这个念岳啊 岳师的琴 无情何以成动人的乐章 眼说之蛇 无蛇何以成 妙说善变 如人之身 无身何以为人 无足 无足何以至于 如来保所 如手 无手 何以取用 如来无量妙宝 所以佛法的精髓 在于三昧 三昧文能的笔 武将的剑 岳师的琴 眼说者的蛇 人的身 或者是足 或者是手 底下 心乱 极入烦恼 生死 心定 极入菩提 捏盘 智责 智其知 有智慧的人 当然心要定了 心一直乱 一直烦恼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 修行 一直不能成就 看到了 整团的人 一堆人 坐在念佛用功 一下来 是非恩怨 搞不完 现在修行人 可怕了 就不知道三昧的重要性 三昧就是万言放下 一念提琴 就是提这句 那么阿弥陀佛 无紧张 通通在这句 阿弥陀佛 但是事先要怎么样 要把这个 说佛世界的流量 流量通通舍 贪嗔痴通通放 这一念佛就定 放不下 就念佛 也想这个 也想那个 那没有办法 三昧是修学的根本 也是修学的究竟 一切修学 只为三昧故 行者应一一三昧 活一三昧 乃至死一三昧 经典里面讲 其人离命中时 心不散乱 也就是至死都不舍三昧 就是死一三昧 又四尊于四餐中 波涅盘 也就是四献 至死不死的三昧 所以佛在 灵命中 都非常的安详 又 历代 祖师大德 有作画者 也是死一三昧 事故三昧者 乃佛法 行人 须生死已至 也就是全部都奉献 尝不舍离 就是把生级 生死搁在一边 就是要得三昧 亦有三昧 亦有三昧 即有一切 无三昧 一切免谈 有三昧 即一切 所修 皆得成就 所以经典说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专注 一心 没有什么事情 不能成就的 至心一处则 心得定也 无事不办则 一切 所修 细节成就 无事不办 什么都成就 就是三昧 那么六祖讲 是见性 大悟的见性 见性就 哪里都在定 既定会同时记住 底下说 唯有发心 修习三昧 才能真正长久 念念修行 若要修三昧 这一切善恶 不论大小 都很有关系 连一定点错误 染物不如法 为佛教戒之行 都不能有 反之 若不修三昧 则一切都 似乎无所谓 即连天大的错误 不如法的行 也都不知不觉 毫不在意 而增长堕落 修三昧 就是一切的 善恶就很清楚 在细节上要注意 若要修三昧 则需从最基传的 功夫开始做起 也就是 细节杂兰 这个非常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是对比丘讲经 对比丘讲经 细节杂兰 容易 在座主委 都是居士比较多 这居士要细节杂兰 挺困难的 他要活下去 要钱 要面对现实 要上班 要上班的传体里面 有是非 恩怨 要升迁 回来要烦恼 儿子 老公 老公 修行烦恼 老婆 生病 还有公公 婆婆 要孝顺 家里有病人 这个都是要烦恼的 所以要细节杂兰 实在是很困难 乃至最高阶层的文汇 都是必备的资粮 必备的资粮 所以你要修三昧 就放下 要懂得老二哲学 不抢镜头 不站上头 就不会被杀头 三昧就慢慢地显现 慢慢地显现 若修禅定三昧 心中的任何维系的动向 或者是镜像 都需节知 要注意 小心在意 撒那撒那 步步为营 没有一刻马虎放松 乃至生于一三夜 一点一滴都不得寒混 修三昧即是正式起修 所以三昧就是修正门 三昧能令人 由信节门入修正门 此外无门 就是三昧就是转类点的意思 这一句话 三昧就是转类点 修行重点在于三昧的功夫 所以保持一颗解脱的心 心碌碌不动 不娶一下 不管天大的事情 记得跟生死都没关 轮番上战场 一样碌碌不动 一样放下 这个就是三昧的功夫 三昧是需要实际去做的 非徒脱空眼 如阿难以大福顶经所示现的 说是不能保 多文之节 不足以应付困难 这一句太重要了 只有天经文法 徒征之节 是没有办法应付实际的困难 意思就是说 佛法 智慧跟定 就是要用在生活里面 现在就要解脱 不能等到灵命中 记得 现在不能自在 灵命中免谈 现在放不下 灵命中非常危险 现在就要训练放下 出家 在家都是一样 说时不能保 说一说没有用的 多文之节 听经文法听了很多 烦恼一样在 斤斤计较 不足以应付困难 平常都割舍不下 何况 灵命中那种 世大要解体 五因要分散 痛苦降临 神事要昏迷 颠倒的时候 哪能掌握得住 所以为什么 千万人的念佛 没有能成就 哪里成就 就是因为没有三昧的功夫 末法时级 强调这个已经不多了 你能念佛 不管念得善心 乱心 有心 无心 你念念佛 师父也是这样讲 也没有叫他说 你一定要三昧要求 这么严格 没有 师父的要求 没有严格 徒弟就是随随便便念 阿弥陀 阿弥陀 放下 再来看看电视 唱唱歌 我是指世间人 去跳跳舞 我也在修行 法会他都到 是不是 烦恼都在 所以末法修习 修习佛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 成就的没几个 就是没有三昧的功夫 这个就是重点 所论言就是讲定 回向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回向林如郎师 回向林征辉 萧哉在座 这位法师 这位护法 即是大德 回向本讲堂 萧哉点灯 以及八度排位者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头苦 若有细发菩提心 尽此仪报身 同身极乐 愿身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 花开见佛物无身 独退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